第1397章 蛮荒古玉 菩提古树 宝山老人的话语无疑是像一枚炸弹一般,瞬间便是令得整个大殿哗然起来。 一些强者甚至是忍不住心中的震惊,猛地站起了身来。 菩提古树 如果说要将斗气大陆之上的天才地宝排个名次的话,它必然能够进入前三之列。 菩提古树在一些古籍之中又号称着智慧轮回树。 此树千年生长一轮,歹得其拥有百轮时方才成熟,如此悠久的岁月,最令得时间腐蚀任何东西。 但菩提古树却是在时间之外,它几乎能够算作是大陆上极为古老的物种之一。 据说,菩提古树每千年出现一次,每一次的出现都将会在大陆上带来一番极其庞大的震动。 在历史的长河中,甚至不乏斗圣级别的强者因为争夺菩提古树而陨落之时。 根据一些古籍的记载,这个世界上,似乎仅仅只生长着一棵菩提古树。 它拥有着属于自己的智慧,每一次出现后,它便是会深藏地心,任何人都是找不到它。 然而,待在下一次的时间再次达到时,它方才会再度地出现在这个世界上。 菩提古树立地成圣,这并非是一句虚言。 菩提古树之内蕴含有菩提心,得知者心化菩提,成圣仅仅只是举手之事。 这不是谣言,因为曾经真正的有过拥有大机缘的强者吞服了菩提心。 最后,这位原本天父并不算出众,实力仅仅是在二星斗尊的强者。 在后来短短不到五年时间,便是一种惊人的速度,摧枯拉朽般地突破所有的晋升阻碍,最后直接达到斗圣之阶,震撼大陆。 这种近乎神一般的功效,足以让得所有人为之疯狂。 谁若是能够得到这菩提心,那么便是直接说明,他拥有了进入斗圣,积身这片天地之间巅峰层次的通行症。 而且,即便排除掉菩提心,就算是比其稍次一点的菩提子,也是能够大大提升,晋升斗圣的成功几率。 虽说没有菩提心那么恐怖,但对于一些斗尊巅峰的人来说,也是拥有着无法抵御的诱惑之力。 毕竟,突破到了半圣,实在是太过困难与凶险。 一些斗尊巅峰的强者,即便是拼尽一生,恐怕都是无法达到。 而这种时候,一枚菩提子便是足以让得他们疯狂。 综合这些种种,菩提古术对于那些顶尖强者的吸引力,几乎达到了一种疯狂的地步。 可以想象,若是当这个消息传出去后,经会在中周上引起多大的骚动。 在硝炎目露震惊时,一旁的药老也常常的吐了一口气。 硝炎能够感觉到药老的声音中有着些许难以置信。 显然这个所谓的情报,即便是以药老的心境,都是无法彻底的平息下来。 竟然是菩提古术啊! 一口重气吐出,药老也是难难的。 硝炎微微点头,手指摸了摸那剑。 在那里面也是拥有着一枚菩提子。 当初号称菩提子能够感觉到菩提古术, 但为何他没有半点发现呢? 难道是因为距离太远的缘故吗? 大殿中心,宝山老人看见那被他这一则消息全部震得倒吸凉气的众人,也是笑了笑。 这菩提古术连他都是极其的心动。 若非那出事的地方太过凶险, 他几乎都是忍不住的想要自己带着人前去那里寻宝了。 宝山老人,不知道菩提古术出事的地点是在何方啊? 大殿之中的震惊持续了一会儿, 终于是有着一个人率先开口问道。 而伴随着此人的问话, 全场所有目光再度火辣地汇聚在宝山老人身上。 看这模样,似乎若是后者不肯说话的话, 当场就有人要忍不住地出手了。 在菩提古术的诱惑下, 他们的理智可是相当脆弱的东西。 哈哈哈哈,各位放心, 既然老夫说了出来,自然是不会藏着。 宝山老人也明白, 这些家伙的心头所想, 自然也不会拿此事来开玩笑, 当下笑道。 菩提古术出世的地点, 大家也都不会陌生, 那便是位于中州东北边境的门荒古域。 门荒古域? 听得这一话, 大殿之内立刻便是响起一道道惊呼之声。 那些先前猛地坐起身来的强者, 也是眼露柔裕之色地坐了下来。 竟然是在这等凶险之地当中。 萧岩的眉头也是微微一皱。 蛮荒古域的名头, 他自然是听说过, 那里几乎是如今窦气大陆之上最古老的地方, 而同时也是所有人类的禁地。 那里面天气恶劣, 毒气弥漫, 其中更是凶兽密布。 这些凶兽, 大多都是直接地从远古一直流传下来之物。 其中的一些家伙, 根本就丝毫不逊色于 如今魔兽界, 除了太虚古龙之外的任何族群。 也就是说, 即便是天妖皇族的人进去了, 都是凶多吉少。 他们嗜血而狂暴, 虽说智慧不高, 但力量却是极其可怕。 即便是斗尊巅峰的强者进去了, 都不一定便是敢说 他还能够顺利地活着出来。 这就是无数年血一般的教训所提供的事实。 因为曾经有过不少强者, 想要进入其中寻宝, 但最后却失去了阴信, 这之中不乏一些中洲文明的顶尖强者。 而伴随着越来越多的强者, 失踪在蛮荒谷域之中, 这也是导致此处的凶名越来越盛。 道德后来几乎是无人在敢踏足其中, 再加上此处偏远的远古, 这曾经的兄弟, 都是已经淡出了一些人的记忆之中。 然而, 谁都是未曾料到, 此次那菩提古树的出世地点, 居然便是会在这蛮荒谷域之内。 难怪这老家伙会将这种情报放出来, 以剑宝山以及其余两大宗门的势力, 进入蛮荒谷域就是找死的下场, 他们是想吸引更多的人进入, 然后方才好浑水摸鱼, 要老缓缓地说道, 他同样深知蛮荒谷域的危险程度, 一想之下便是明白, 为什么宝山老人会如此大度地将这种情报拿出来共享? 菩提古树每一次出世都将会引动天地异象, 这衣柜之内, 大家应该会逐渐地有所感应, 到时便知道老夫所言非虚了。 宝山老人笑眯眯地说道, 情报已经给予大家了, 这一次的空间教育会也是顺利结束, 多谢各位的在此捧场了。 大殿之中气氛安静了一会儿, 也是陆续地有人起身, 然后对着大殿之内退开。 我们也走吧, 菩提古树的确是奇物, 有机会的话, 我们也要去看一看。 见到焦育会散席, 要劳也是轻声道, 这是一个绝好的机会, 若是能够得到菩提心的话, 那么硝烟进入斗圣之路便是会变得无比从长, 那样的话, 星云阁便是又会出现一位斗圣强者, 到时候若是以魂殿交手, 也是能够多出一些把握。 不过在这之前, 却是必须地先将古图弄到手。 要劳淡淡一笑, 微微偏头, 先前那成功拍到古图的那干瘦黑袍人, 此刻也是转身离去, 望着他的背影, 要劳脸庞上, 也是有着冷笑划过。 走吧。 要劳也是起身, 然后头也不回地对着大殿之外行去, 其后, 硝烟三人也是迅速跟上, 他们知道, 接下来怕少不了一番激烈之战。 要劳也是起身, 然后头也不回地对着大殿之外行去, 其后, 硝烟三人也是迅速跟上, 他们知道, 接下来怕少不了一番激烈之战呢。 硝烟会议结束, 要劳先是独自失踪了一会儿, 然后便是迅速归来, 直接是带着硝烟三人出了这片空间, 然后对着西北方向飞躲而去, 最后穿过沙漠, 在一座险峻的山峰之上停下了身形。 这里是他们的必经之地, 以那三个老魔的性子, 即便身怀重宝, 也必然不会绕路。 要劳目光望着远处, 淡淡地道。 老师, 那些家伙是什么来落? 硝烟微微点头, 玄机问道。 一个严邪而古怪的宗派, 名为宗。 这个宗派以培养肉顶来提升自己的实力, 而这所谓的肉顶便是挑选亲资优秀的女童, 给予她们修炼的功法, 让得她们苦修十数年, 然后以宗特有的交合之法, 吸收她们体内的斗气。 当然, 这种功法太过霸道, 往往被吸收了斗气的女子, 会在十天之内衰老而亡。 宗旗内有着不下上千的弟子, 而且还全部都是女性, 不过, 她们也全部都是肉顶, 供那三个老魔吸收所用。 果真是无耻的宗门。 听得要劳所说, 采林与小一仙脸颊也是微冷, 是挺无耻的, 所以她们当年被直接地从中州拧走, 不过没想到如今又是回来了。 要劳点了点头, 继续说道, 当年我与她们三人之中的一个人交过手, 将其重生, 但也是被另外两人打伤, 所以未曾取了那家伙的性命。 没想到这么多年之后, 居然会再度蹦践。 这三个老魔当初在中州的阎邪之名, 成名比你上次遇见的雪和天尊更早。 如今的三人其中老大天蝎子已经达到了九转斗尊巅峰, 半只脚都是踏入了半圣层次。 老二弟蝎子应该是在八转左右, 老三人蝎子怕也是在六转层次, 这三人联手足以跟半圣强者一征高下。 文言消炎的眼中也闪过一抹惊讶之色。 这三个老魔果然不是省油的灯, 这等实力, 即便是放眼中周, 也绝对是顶尖之流, 怪不得能够拿出九色丹类的那种丹药。 而就在硝烟正欲继续询问时, 要老突然微微地抬起了头, 望向远处的地平线, 淡淡地道, 来了。 《斗破苍雄》有声小说, 由听中国出品《蜡笔小勇》播讲。 预知后事如何, 还请您继续收听《斗破苍雄》第1398章。 《斗破苍雄》第1398章 《斗破苍雄》 听得要老此话, 萧妍三人心头也是一动, 目光顺着前者的视线望去, 那里隐隐间有着风铃之声响彻而起, 紧接着大约十几秒钟的时间, 三道黑芒便突然间自天际暴躲而来。 三道黑芒的速度极为恐怖, 一闪之下便出现在百战开外, 然而, 当三人即将进入药老所在的这片山峰时, 却是猛然间有所感言一般, 瞬间的停顿下山形来。 三道阴冷狠立的目光便是转移而来, 最后顿在了山峰之上的异行人身上。 药臣, 竟然是你! 当三人的目光见到药老时, 仙人是一愣, 紧接着一道惊怒之声便是突然响起。 在这三个家伙惊呼声响起之时, 硝烟的目光也是上下打了对方。 那领头的一个人身材相当的干瘦, 一脸的阴厉, 看样子应该便是那先前在交易会中出声竞价的人。 而其身后, 还有这一名老者以及一位看起来颇为年轻的男子。 不过虽然这男子看起来年轻, 但双眼中, 却是显露这也是一名年龄不比其他二人小的老妖怪。 这三人除了那位年轻男子卖相比较好外, 其余的两个人都是给人一种相当阴朗的感觉, 而且眼眼间自那身体弥漫而出的那种气息也是相当恐怖。 蝎魔三鬼, 可是好久不见呢。 要老双手负于身后, 笑道, 你便是先前与老夫敬家的那个人。 那领头的干瘦老者, 目光阴狠地盯着要臣, 突然说道, 见到这天蝎子回过神来, 要老也是一笑, 也没有说过多的废话, 说道, 将古图交出来吧。 呵呵, 真是没想到, 原来这名娘大陆的要尊者要臣, 竟然也会干这种拦人解宝的勾当。 闻言那天蝎子却是怪吓道, 笑了笑了笑, 也不在意, 说道, 若是别人, 我还真会是思量思量的, 半所幸遇见的是你们三个, 所以我倒是没有半点的心理负担。 别人算人, 我可没把你们当作人。 哼, 耀臣, 不要以为你进入了半生, 我三人便是怕了你。 当年能够将你打成重伤逃窜, 如今依旧是可以, 面色很厉的地蝎子声音阴寒的道。 哼, 那便试试, 也好顺便地了结一下当年的恩怨。 耀老一笑, 脚掌一踏, 身形便是如同鬼魅般的出现在三人的面前。 滔天斗气, 猛然在身体之内席卷而出, 顿时间, 连这品天宫都是突然之间变得暗淡下来。 狂风大作, 在天际呜呜地直响。 见到耀老引动的这般声势, 那天蝎子三人面色也是微变。 特别是天蝎子, 虽然他距离半生仅有半步之遥, 但他却是明白, 这半步之间的差距可是相当巨大。 今天想要脱身, 恐怕是免不了异常恶战。 耀老并没有给予三人过多时间, 手掌一握, 天空上乌云暴涌, 一只足有千丈庞大的火焰巨手便是突然成形, 然后一巴掌便是对着天蝎子三人抱红而去。 一起出手 见到耀老说动手就动手, 那天蝎子三人眼中也是夺过些许的阴狠之色。 一声怒吼, 在人体内斗气气息暴涌, 然后化为三道数百丈庞大的斗气光柱, 狠狠地与那火焰巨手撞在了一起。 两者相撞, 恐怕的进风连移, 扑天盖地地抱涌而出, 周遭高达千丈的山峰, 直接是被那能量余波生生地震得暴力而开。 恐怕的进风席卷而开, 那天蝎子三人脚步也是亮枪了一下, 击退了降波, 喉咙间有着闷声传出, 显然是在这档仓促联手下吃了一个小亏。 这老家伙如今实力居然如此恐怖。 三人联手居然都是没有逃到半点好处, 那天蝎子三人面色也是微变, 眼眸一阵闪烁, 突然转向远处山峰上的硝烟三人, 阴冷得到。 老三, 那三个人与这老家伙是一起的, 将他们抓了, 记得, 要活的。 若是真要是与要老僵持, 三人必将是陷入一场苦战, 因此还不如将硝烟三人给擒了, 以做人质, 方才能够顺利脱身。 文言, 那人蝎子看了远处一眼, 脸庞上却是划过一抹邪恶的笑容, 点了点头, 说道, 给我几分钟时间便可以。 话言一落, 他脚掌一跺虚空, 直接是对着硝烟三人所在的方向抱奪而去。 要老见状眉头微皱, 刚欲出手, 那天蝎子和地蝎子二人, 却是猛地将体内斗气施展到极致, 然后刁钻的攻势, 便是铺天盖地的席卷而来。 见状, 要老眼神也是一寒, 天蝎子三人联手, 方才能够与其勉强相战, 如今更是自动分离一人, 当真是自寻死路, 至于硝烟那边, 他倒是没有太多的担心。 那人蝎子虽然说是六转斗尊巅峰, 但想要在短时间内收拾掉硝烟三人, 也是不可能的事。 心中沙翼涌动, 要老终身空间也是运速地扭曲而起, 然后与天蝎子二人再度交手, 顿时间, 可怕的能量余波, 再度地在天际之上弥漫而开。 在天蝎子二人缠住药老时, 那人蝎子也是闪见般的, 出现在了硝烟三人的前方不远处, 他一现身炙热的目光, 便是突然凝固在了彩琳和小鱼仙的那灵笼勇志的腰躯上。 哈哈哈哈, 没想到竟然还能遇见两个如此极美的美人啊, 这才是死刑最大的收获。 人蝎子双眼无比滚烫地望着彩琳二人, 两女不仅是容貌还是气质, 东远非宗内那些肉点可以相比, 而前者对于美人的爱好甚至是超过了一切。 如此一见面, 心头的邪恶之意顿时的如同野草一般, 疯狂地长动了起来。 感受着人蝎子那赤裸的目光, 彩琳与小一仙俏脸也是逐渐的冰冷而下, 掌心中斗气闪电般的凝聚。 嘿嘿嘿, 小子去死, 美人留下。 人蝎子舔了点嘴唇, 隔空一拳便对着硝烟爆红而去, 可怕的音爆之声在悬下成形, 砰砰的在天空之上响个不停。 硝烟面无表情, 脚掌猛然一跺地面, 面前的山峰猛然之间暴力而开, 一道数十丈庞大的滚烫岩浆柱爆射而出, 与那强悍的拳风狠狠撞击在一起。 旋即在低沉的爆炸声中, 岩浆爆射而开, 从天际倾洒而下, 在山峰之上引起了一团团的火焰。 拦下了人蝎子的攻击, 硝烟趁机瞥了一眼远处要了的战圈, 此刻的天蝎子二人已经处于被压着打的局面, 看着情况, 恐怕是顶不了多久了。 心中轻吐了一口气, 硝烟双手闪电般的, 结出一道道复杂的手印, 而其眉心处足蚊也是再度浮现, 而伴随着足蚊的出现, 硝烟气息突然暴涨, 转眼间便是从八星巅峰层次 达到了将近三转巅峰层次。 人蝎子乃是六转巅峰的层次, 比起血和尊者都是要强上许多, 因此硝烟不得不谨慎小心一些, 毕竟这算是与他交手当中, 遇见过最强的斗尊强者。 嘿嘿, 小子倒是有些门道, 不过老夫最看不惯的, 便是别人能够像那奇人之福。 放心, 待得你死后, 这两个美人老夫会好好照顾的。 感受到硝烟那暴涨的气息, 人蝎子却是尖声怪笑道。 听得那人蝎子满嘴的淫秽话语, 采林脸颊, 也是极细的冰寒, 郊区遇上天空, 乌云滚滚, 而其身形则是变换成的一条, 最有千丈庞大的七彩巨蟒, 其庞大的身躯遮掩在乌云之中, 宛如层龙。 哦, 原来美人的本体居然变是那早已经灭绝的七彩吞天蟒, 哈哈哈哈, 够味儿, 老夫喜欢。 见到采林摇身变成七彩吞天蟒, 那人蝎子先是一愣, 玄机大笑道。 人蝎子大笑刚刚落下, 那乌云之中, 一道彩色雷霆猛然地爆哄而下, 变身之后的采林气息也是猛然暴涨了不少, 足足相当于八星斗尊的人类强者。 不过对于这等攻击, 那人蝎子却是袖抛一挥, 一股蓬勃斗气将其生生地化解而去。 恶难毒体, 急。 小依心也是脸颊冰寒, 手印变换, 云本乌黑的亮丽的长发, 突然之间再度转变成银白之色。 一股蕴含着剧毒的斗气鸿芒, 也是快若闪电地轰下了人蝎子。 诶, 这个美人居然还是恶难毒体, 都是极品哪。 感受着那匹炼之中的剧毒, 人蝎子再度大笑, 但却并没有显得太过轻松, 身形击退, 将这剧毒匹炼躲避而去。 恶难毒体的毒性太过猛烈, 即便是他被沾染上了, 也是有些麻烦。 这两个美人倒是狠辣, 一个七彩吞天芒, 一个恶难毒体, 两人联手, 寻常斗尊巅峰强者, 还真不是他们的对手。 不过, 可惜遇见了老夫啊。 人蝎子怪笑一声, 脸庞上的淫慧笑容更甚, 然而他刚欲动手, 面色却是突然一变, 一鼓让着他感到心悸的恐怖能量波动, 突然之间从不远处弥漫了开来。 感觉到这种足以彻底毁灭他的能量波动, 人蝎子眼中也闪过一抹惊骇之色, 急忙抬头却是见到那身风上的青山男子, 面前正悬浮着五团火焰。 火焰之内, 除了最后一种火焰之外, 其余四种, 都是令他的面色聚变了起来。 四种异火, 硝烟面无表情地望着那脸色聚变的人蝎子, 嘴角却是泛起了一抹森然冷笑, 这还是他自从炼化古灵冷火之后, 第一次将化身火也是加入而进。 四种异火, 一种假异火, 从未施展过的五色佛怒火莲产生了。 豆客苍穹有声小说, 游听中国出品蜡笔小永波讲, 欲知后事如何, 还请您去收听豆客苍穹, 第1399章。 有客气れる身份動画集标的下红戏, 我的妈妈已经找到横写还有 也许是专回来设计识通统众权壮者的心意 РФ,